我們民眾這個安全這個問題 到底是要怎麼來注意 接下來要看就是 這個學生小孩的營養午餐 這是高雄市鳳山區的重情 國衆營養午餐所用的這個白骨素 在上面還會讓人知道 這個肉是有這個三肉精 不過好好跟這個原工的 消費合作社會發現 都沒有跟這個教育局做通報 所以到底這些學生小孩已經吃過了 這個原頭的手上 到底提供多少東西 讓這個學校的學生小孩吃下去 都沒有對手 教育局沒有更加害怕 他們是在媒體補充之後 比較知道這個出事了 學校的廚房裡面 當地不可以準備營養午餐 三菜是湯 看起來非常好吃 不過學校五月份 使用的白骨素 所求驗出有三肉精 學校跟負責採教的原工生 消費合作社 這個檢驗報告之後 也沒有統治教育局 讓二十四公斤的三肉精白骨素 都求學生小孩吃下去 我們五月十二號 送麻煩原生小孩 這次幫我們動院 那送了八樣食材 那五月十六號 一樣有檢驗區 有那個瘦肉精 所以我們就馬上跟金谷 這家廠商停止解約 到在學生的聯絡報館中 用消費條通在學生的家長 引起了學生和家長都很緊張 學校的書底下表示通報有所識 因為醫院送嚴的單位會通報 畢竟因為包關出現了大所識 同時到達局之外 學校跟合作社兩方都沒有通報 消息也就是來自媒體 這個應該是都要通報才對 那學校收到了文以後 依照權責 他是應該要跟教育局 跟衛生單位來通報的 這個應該都是可以雙管旗下的 某些出面的秋雄 已經該由平時發揮款的兩杯 也就是六千塊 要做實在拆交的合作社 不願意對外回應 用其教育就標示 通報的流程沒有嚴格規範 所以出現了所識會進行檢討 這是教育單位 萬同組的處理領事 已經影響到社群的健康 接下來提供山脈 這些頂竹出雄 為全球也要待機場 記者 李宗蘭 台英君 郭同報道